對 有時候他們也會找 飯局妹嘛 我就都不要嘛 然後他就會說 幹什麼你自己劉德華 江坤俊報出軌有感 康康房桃花滴水不漏 居飯局妹竟被有嗆你劉德華啊 欸哥你現在那個婚姻 幸福健康又美滿 那看到最近演藝圈有一些 醫生外遇的新聞啊 遇過江坤俊醫生嗎 不認識 有上過瓜哥那個什麼醫生 上過兩次 那麼多個 我沒有去注意到這一些 外科醫師江坤俊金船 和護理師曖昧及 心騷健康2.0主持人鄭凱昀 康康曾上醫師好辣節目 和江醫師同台 對於桃花事件很有感觸 各行各業都會有吧 不是只有醫生 就自己要小心 婚後桃花全斷 嗯 那粉絲啦 現在出去跟朋友吃飯啊 盡量旁邊都不要做女生 大嫂管很嚴嗎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覺得 避險 避險 對 我太太她不會去擔心我偷吃啊 她怕我是喝了酒 在外面跌倒 還是說跟人家衝突 那至於暈船這一塊 已經應該不會擔心 吃飯啊就這樣 盡量就是說 朋友帶來的女孩子 或者是嫂子 或者是什麼 那些我盡量就是不要 然後朋友會虧嘛 有時候他們也會找 飯局妹嘛 我就都不要嘛 然後他就會說 那天董哥你自己劉德華 長亨的樣子 跟他以為自己很帥 這樣啦 我甘願給他這樣羞辱 我寧願 還有一種 帶你去夜總的酒店嘛 那也是會去啊 就是少喝一點 或者是 欸那對面 有時候他帶來的妹妹 也會這樣子給你麥耶 他也不是拍 他說他在看手機 但是看手機這樣看 為什麼要這樣看 啊我們就會說 欸你是不是在 啊我寧願讓他覺得說 誤會 我也要 自止 自止他 萬一是 我就叫他要刪 啊不然他拍出來 欸有時候我旁邊的妹妹 他們來上班坐檯 也是瞞著家裡 是 其實他們拍這個也沒有要害我 我都知道那個心態 他要炫耀 沒辦法 啊所以有時候就是 自己要小心 哥你現在房的很緊欸 沒有還有一塊 我也盡量就是 什麼立法委員那些 我也盡量 因為他們的都不同 啊現在那個 他還要逼這樣 逼這樣他跟你結局 我支持他 啊結果他 都被抓走了 沒有事 欸 就是說 是不是他會 不堪一致 你看我們的同仁 對不對 我們的同仁 他們哪裡知道說 以前他可能覺得還好 現在這樣 欸 那個 你影響 都是保護 啊爸爸媽媽 八十五歲了 萬一說 蓋一個 那怎麼辦 我不是很不好 欸 所以我 我還是要 自製啦 沒有事 我還是要 沒事 我還是要 我還是要 我還是要